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可能我应该是刚开始还没有入戏的时候 因为所有的演员跟角色我都没有见过 所以只是单纯的自己看了剧本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最累了 如果拿坑持十分的话 我不知道 我想做这个出了以后再说 好的 那么你在19岁的时候 和电影中的哪个角色比较像 自己感觉 康乔 我自己也没有想 那有没有说像康乔一样有过一段 刻普明星的爱情呢 没有 19岁 他看过书等 如果说你回到19岁 你还会选择和现在的一样的道路吗 为什么 我觉得回不去 但是 我也不知道 面对现在有些 对于你的这些争议 你是怎么看的 他们喜欢你 开心就行 这次电影有张荣吉导演 塑造冰 黄金银 智人的满小分组 制片人家的一个黄金的团队 那么他们在拍摄过程当中 给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有可以 有很多鼓励 然后 特别是导演会教我很多东西 因为他的 我知道 所以 让我一步一步 演得越来越好 到最后 完成 这个拍摄 那么今年暑西大上的电影非常多 那么竞争也非常激烈 您觉得这个夏天19岁肖像 和其他电影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你对这部电影有没有什么样的期望 那首先它是一部推理悬疑的片子 然后 也没有爱情 但是 电影召售出了 再去看了一下 好 那这是之前搜集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无锡的媒体朋友们 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问题 大家可以找点时间 你好 我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代表 很高兴您能来 然后我们想邀请您 对我们学校可以出一些祝福语 对 哦 希望 大家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 然后 能够完成自己的学业 和以后自己的工作 好 谢谢 看能不能先跟着我这个镜头 跟无锡的观众打个招呼吧 哈喽无锡的朋友 别举话筒 哈喽无锡的朋友 不不 就是话筒举着 不要遥控 好 OK 同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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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黄文昂 他最近是在忙什么而写的 就是特别疲惫 眼睛好像也红红的 所以一天都没有睡 你是在拍那个 游戏规则 然后太多打的东西 比较复杂 要到凌晨三四点 所以 昨天就是 收工了就过来 今天晚上还接着开工吗 现在竟然不看了 最近对自己的一些工作当中 有一些想 有一些新的突破 自己一些 自己的想法 跟我们谈谈 今天其实会有很多的 一首 聪明法则 吸引我 然后 铁道飞股 下电视频 像游戏规则 这些都会 一个一个出来 然后还有一首 我专辑里面 我最期待的一首歌 我是紧接着 哈喽哈喽之后 在最后一个 人性的社会艺术的 专心 应该说 和你同龄一直出道的人 现在很多人在 玩真人秀的节目 而且 参加很多 包括可能 像 一些年纪大人 也都会参加 你有这方面一些自己的打算吗 我去的丛林法则 还有别的呢 没有别的 目前在丛林 他应该快播了 6月10月 那你现在给自己的工作 安排这么慢吗 我想问一下 是因为你都是自己写歌 会影响到你的灵感的发挥吗 因为毕竟 人在很疲惫的时候 其实很难集中 我不想写的时候 我不写 没有灵感的时候 我也能写 但是 哈喽戏 我每年都会给我自己 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去 那段时间 我可以放松 可以写的东西 反正 每年出一张专辑 是最少的 那接下来有什么 就是自己特别想尝试的一样的角色吗 比如说像 複黑啊 或者又比较像 各种就是幽默啊 特别的各种 接下来看的最多的 我觉得应该是达西 达西 达西应该会越来越多 这样的题材 你达西会不会很辛苦呢 因为像就是 是不是有舞蹈功底 会比较好一点 学习达西 武术功 不行 我从小到大就吃苦吃的 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这跟我小时候练武术差一样 好了 谢谢我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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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回答我们 这个剧场的第一场 我们做一下 我们马上稍后就开始了 我买点 你走了 你走了 我拿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多谢 你们去现场吧 看一下那边 好了 谢谢 谢谢